为了让更多海外华人认识慈激技术学院 慈激技术学院人文主任谢丽华 带领了该院几位主任 首次前往马来西亚的独立中学进行招生计划 首战就来到了兵华独中 棕林独中及寒江独中 最主要是因为马来西亚 我们慈激在推动整个慈激的人文相关活动里面 马来西亚几乎都是海外一个典范 甚至我们台湾慈激的人都要学习的一个地点 上年也希望说我们可以把对我们慈激教育体验有认同的学生 让他有机会来我们慈激就读 马来西亚侯文独立中学简称独中 全国共有60亿间 交早前独中同考并未受到马来西亚政府承认 造成独中毕业生必须前往本地私立学院或海外国家继续升学 但是如今马来西亚和台湾互相承认学位 除了扩大留台生字后的出路 同时也利益国家发展 这次的招生计划也来的正是时候 引起学生对海外留学的兴趣之余 也让他们对慈激办学理念有了一定的了解 刚讲那个慈激技术学院 其实我是蛮有兴趣这样子 就看今年如果真的是有缘分 我会想去念 此外慈激技术学院也趁这一趟来马来西亚 举办了记者招待会 见证慈激与期间独立中学和学院 签下海外教育伙伴关系备忘录 这历史性的一课 相信通过联合、结盟和共享资源的方式 将会大大提升教育的素质 让私生们更加受惠 待新闻胡慧芬、庄达薛 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道